2014年我就去参军了 第二年从家里面激烈把琴过来 我有买了一本教材 但是上面的歌我基本谈会了 然后就想能不能自己写歌 然后立魂中末的时候 让我可以创作 我是来自大田的后生仔 林启德我想把大田唱给你听 欢迎进入新生音乐盒 你的新生指数是四颗星 走在大田的小路上 大家都忙着 对方又看撒利盒 卖水果的阿姨说了一句 买个西瓜夏天到了 南山桥的东街口 路边小吃不是很多 来来往往的人们 无聊总是回去逛逛 夏天到了 大家总是喜欢 逛着房子在路边喝酒 一号公馆的音乐吧 里边烧烤人多 晚安大餐 这个小城那么喜欢 在外漂泊的人啊 有空常会大餐看看 晚安大餐 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喝完杯中的酒啊 再来一杯豆腐花 夏天到了 大家总是喜欢 逛着房子在路边喝酒 先听旁的音乐吧 里边喝酒 人多 晚安大餐 这个小城啊我喜欢 在外漂泊的人啊 有空常会大餐逛逛 晚安大餐 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喝完杯中的酒啊 我说大天晚安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田 晚安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的一名 大田豪杀家也是一名唱著新生 我的名字叫做林启德 现在网上特别火的那首歌 大田厚生载是你写的吗 没错 这首歌是我的词曲原创作品 谢谢可以老师 谢谢 你听过没 我没有听过 可以唱两集吗 好 给大家唱一下吧 可能大家没听过我唱 好火啊 这个歌 把大田一下就唱出名了 现在他是大田的形象代言人 你真了不起 你为你家乡做那么大的贡献和广告 谢谢 其实 其实大田这个地方真的 在我们眼中生活中非常的小 而且唱歌人不多 可能弹琴的人也真的不多 我写的风格可能是偏民谣类一些 太写实了 因为可能歌词比较 所谓的大白话 然后 家乡方言还是挺顺的 挺好听 我是一个对家乡非常有情怀的一个人 我所有的歌 所有的作品 有大部分都是来自家乡的生活 小城市的生活这样 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上会来找我 就写各个地方的诗歌啊 献歌啊 现在歌海茫茫 出一首这样的歌其实很难 他们总是拿那个太阳岛来跟我讲 你看太阳岛多红啊 但是那个时代 现在要写一个地方的歌红 其实挺难的 这个观点被你给突破了 你居然写大田 你让大田在全网做了一个大广告 大家都知道大田后生在 了不起 谢谢 我跟淑南老师想法是一样的 其实我也受到过这样的一些邀约 但是说实话 我听完你的这些歌 我就觉得我就别干这行了 我做不了 咚 可不干 我觉得我们去写和那种意想中想的 哪怕我去踩一下风 都不可能由你写的好 就是这个东西是你与生俱来的东西 这是你最珍贵的东西 保护好你内心的 就是最重要的那个东西 最纯真的那个东西 它是你创作的源泉 心怀感恩 持志一横 但幸好是莫问前程啊 他越聊越好了 叫他越大 越燃了 好 来看看你的新生音乐盒的声量值是 这个声量值只供我们的推荐人参考 四位新生推荐人给出你们的声量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树南89升量值 陈铭90升量值 林启德和吴凯文并列排在第二位 并列第二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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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